以下的內容是絕對沒有稿跟讀的 大家可以放心收看 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見 我是港媽 今天和大家一起開箱 雖然這個箱是開了 但裡面的箱是完全未開的 我們現在看看是甚麼 它就是Current Body的4-in-1 LED Face Mask 在這裏很多謝Current Body 邀請港媽去合作試她這一部 Face Mask 在我收到這個合作邀請的時候 其實我心想你有沒有找錯人呢 我的頻道是完全不出樣的 不出樣但是拍美容產品介紹 又是否真的可以呢 今天就由我告訴你 是否真的有料到 我們現在打開看看它裡面是有甚麼的 這裏就有一個important information 大家自己看 接著就是那個Mask 不好意思 先看這裏 它這裏就會告訴你 不同的光是有甚麼用的 因為我真的沒有稿 所以我都需要少少時間 去瞭解一下它這部機的光是有甚麼用的 雖然我自己對光學的了解都十分熟悉 但是對於它的品牌光學 我都需要瞭解一下 才再告訴大家 接著有個USB充電 這個就應該是眼罩 這個是說明書 有繁體字的 有個袋 這個應該是這樣穿著這兩邊 這個東西都挺重的 開箱完畢就是這樣 還有三撇Mask 分享部美容移之前 在這裏都想讓大家了解一下 講媽我的工作歷史 我從事美容行業超過25年 由普通搓下臉子做Facial 到簽體 醫學美容 再去到護膚 我是見證著整個美容年代的變化 很多人想變漂亮 但信錯人 同不信一些應該要信的人 都是令到這些人變不到漂亮的原因 很多人不喜歡信有經驗的人說的東西 絕大部分人都喜歡看表面的東西 網絡上有多少是真實分享 真是寥寥可數 夠誣的就真是數之不盡 這條影片的分享 你是不會聽到有讀稿的資訊 亦不會聽到對品牌的吹噓 太複雜的資訊性也都不會有 好老實 介紹一些美容產品或者美容移 講到很深入很複雜 你都未必想聽 就算聽完你都未必明白 所以我覺得單刀直入講好和不好 就是大家最想聽到的東西 我自己對家用美容移的要求就很簡單 第一 一定是錢限先 價錢值不值 第二 有沒有料到 第三 用的時候方不方便 第四 不用太過用腦 那究竟這部機是什麼環境呢 再跟大家分享 說是前那是快 這部機我已經用了一個月了 究竟這部機的好處和壞處分別在哪呢 這部機值不值得買呢 我們大家一起來看看 首先講一講LED光療的好處 光療是透過光的不同波長 照射到我們皮膚不同的深度 從而去改善我們皮膚的各種問題 光療是適合任何的年齡 膚質、膚色、敏感肌膚都可以用的 但留意如果你是對光線敏感 那你就要加多留意了 測試了自己是否適合才好用 如果你在敏感度測試期間 或者用這部面膜的時候覺得好熱 不舒服或者皮膚刺激 麻煩大家麻煩立刻停止使用 和通知他們的客戶服務部 接著就講講他的肛了 不同顏色的肛是有不同的功效 以這部LED面膜為例 紅肛 它的功能就是抗衰老 刺激膠原蛋白產生 減少細紋和皺紋的出現 鎮靜、去紅、深紅肛 提升皮膚的緊實度 出眾血液循環 增加細胞的含氧量 黃肛 出眾皮膚細胞更新 加速癒合的速度 修復紅印、紅腫等問題 改善皮膚紋理和彈性 綠光 針對色素、提亮、均衡膚色 減少色素的沉澱 皮膚比較粗糙 容易有黑頭、粉刺、暗瘡形成的皮膚 都很適合用綠光 最後Compete的光 什麼光都有齊了 同一時間一起照 另外它的光化紫外線 不傷害皮膚和眼睛的檢測是通過了的 近紫外線不傷眼睛的檢測 都一樣通過了 雖然產品聲稱光線是不會傷害眼睛 但我個人是完全不建議 用這部機的時候打開對眼 眼睛十分脆弱 我們是沒有必要好好保護它 雖然香港人是很分妙必真 但講緊都只是一個十分鐘的卓民 放下電話 不要看電視 讓自己好好休息 這樣才是對皮膚一個最優質的護理 那這部機是怎樣用的呢 最佳效果的使用方法 記得用這些光療機之前 儘量避免做任何劇烈的去角質 果酸換敷 最重要的是不要嚴重曝光 洗乾淨臉 在沒有塗東西的任何情況下 就可以開始用這部機了 用完這部機之後 建議你敷一個保濕面膜 因為照完燈之後 其實皮膚都是比較偏乾的 那這部機應該多久用一次呢 官方建議每星期最少用2-5次 我的建議就是勤力的 一星期用5次 不勤力的 一星期最少都用到3次 如果一部躺平就用到的美容宜 你都不能夠一星期最少用到3次的話 我就建議你真的不要買了 省回自己的時間 省回你錢包的錢 次數的用法 我自己就連續用5天休息2天 大家也可以用3天停1天 再用2天 總之自己可以控制到 一個星期用到3-5天 那就OK了 多久見到效果呢 一般的家用美容宜都是比較溫和 所以要見到效果 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如果你想著一用就要馬上見到效果的話 那你就不適合用家用美容宜了 尤其是用LED乾療這些美容宜 沒有用回一頭半個月或以上 你都未必可以見到明顯的效果 我自己就是屬於40歲以上的乾性皮膚 眼底就有少少雲理 毛孔都不算得上是十分明顯 有幾粒很細很細很淺色的色斑 膚質就是比較偏黃的 我每星期就用5次 連續就用了1個月 每次都照10分鐘紅光 一起看一下機器的用法 因為真的十分之簡單 這個就是包住你的頭部位 較鬆緊 那你就自己貼了 然後主要就是這個開關鍵 你按下去 紅光 按多一下 黃光 綠光 這個就有齊了這麼多種光 你按下去 就會關掉了 每一種光它的機器是設定了10分鐘的 10分鐘之後它就會自動關掉機 就是這麼簡單 實在簡單到沒得再簡單 講一下我用了一個月的效果給大家聽 紅光 簡單點來講 主要就是做緊緻抗衰老 在緊緻方面 是看到有少少的緊實了 但是大家都要明白 隨著我們的年齡增長 膠原蛋白基本上是每天都會流失 緊緻和彈性就自然會下降 如果你不是去做一些很高能量的醫學療程 你的緊緻度 真的沒有可能會在一時三刻可以讓你見到效果 所以用家用美用而建議大家 真的一定要勤力地用 你才可以有持續看得到的效果 綠光主要是均勻和亮白膚色 當產品是做得出色的話 亮白是可以即時看到效果的 只不過是它能夠持續多久的 而這部機每次用完都會即時看到膚色 是有少少均勻和亮白了的 同樣持續勤力地用這部機 我相信亮白的效果是可以更加明顯的 我自己對任何儀器和產品 是要有看到持續性的效果 即時看到效果不是不好 但是能不能夠持續 這個才是最重要 持續時間的長短 也都好看利用著一件什麼的產品 家用美用而是要很有恆心 很勤力地用你才會看到效果 這部機我只是用了一個月 話長不長話短不短 現在的效果 當然不能夠達至到我心目中的效果 但是LED光料的確是可以幫我們改善皮膚問題 最基本用三個月為一個試用期 再判斷它的效果就會比較合理一些 而今次這條影片測試我只是用了一個月 所以兩個月之後 我都會再出一條影片跟大家說 究竟這部機連續用了三個月之後的效果 和用一個月的效果又有多大分別呢 那到時大家就留意一下 好了 我們講一下部機的好處和壞處 首先我們講一下好處 第一 當然就是方便 躺在這裡就可以用 十分鐘就搞定 簡直就是懶人的一物 無可否認 比起要自己動手的美用而 這部面膜機的方便程度的確是沒得輸的 第二 對於不了解面部和皮膚結構的人來說 用這部機都算清得上是完全不用用腦 亦都不需要擔心因為做錯手勢 而令到皮膚有反效果 第三 LED的光療的確是可以為皮膚帶來很多明顯的好處 光療確實是有很多有用的科學根據 第四 LED光療是少有無副作用的產品或者療程之一 第五 如果對護膚或者美容知識不夠深厚 但又想用一些家用美容儀的話 用LED美容儀的確是最佳選擇之一 跟著 我們就來講一下這部機的壞處 第一 它整體的重量真的不討好 如果用它的時候不是直接躺在這裡用 對面來說都是有一定的重量負擔 而且它這個手掣真的重到扑街 當我用這部機的時候 我的感覺就是要用我的鼻樑 和我的拳骨去承托著這部面膜機 正正因為它有這個重量的壓力 我建議大家用這個面膜機的時候 都是乖乖地躺在這裡用 建議大家真的不要坐在這裡用了 因為對大家的皮膚都是有一定的重量壓力 第二 每次用完這部機都好像被家暴一樣 對眼和鼻樑的位置是有很明顯的印痕 大家可以看一下 這個設計就真的十分之差了 就算我躺在這裡用 都是會看到印痕 只不過是沒有坐在這裡這麼明顯的 試過坐在這裡不固住的帶 就這樣用手托著來用 躺在這裡不固住的帶 就這樣白在臉上用 固住的帶也試過 港白也有試用過這部機 而我身邊也有朋友去試用過這部機 大家都出現了同一個情況 就是眼和鼻樑的位置 全部都有很深的印痕 這部機的眼罩的位置就是這樣 它這個眼罩就是用來幫你保護著眼的 總之你每次用完之後 你都會彈彈彈的印在眼上 而且鼻樑這個位置都是會有的 當然我就沒有拆了這個眼罩來用 因為本身你這個眼罩的設計 就是用來保護著眼的 那如果我拆了就沒意思 而且我只是覺得 沒有可能為了避開一個印 而特意拆了眼罩來用 但其實我都看過不少的影片參考 我又不見有很多人說有這個問題 究竟只有我自己一個有問題 還是真的個個都沒問題 還是真的我不懂用 那就不得而知了 總之我用就是這樣 在總結之前 給個溫馨提示大家 無論你是什麼時候做任何的家用儀器 甚至乎你沒有用家用儀器都好 出門口前 記得一定要查足防曬 我以前接觸過數字不進的客人 是完全不喜歡查防曬 隨便這樣查 或者他自己對查防曬是有自己的堅持 通常這些人的皮膚都是特別那麼差 皮膚粗糙 暗默 無孔顯而可見 有色素沉澱 色斑多 紋你一眼就見到 就算他這一刻的皮膚 幸好不是特別差 但是他衰老的過程 都一定是會比起查足防曬的人來得特別快 再簡單點說 如果你是一個不喜歡查防曬的人 建議你不需要買任何的家用美容儀 甚至乎連護膚品的錢你都可以省回 最重要的步驟你都不肯做 其他步驟做來都沒什麼意思 借光舊氣 查防曬是要查有足夠的厚度 才能夠達到全面的防護效果 如果不懂怎樣控制份量可以點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擠兩隻手指的份量 言許多得就是有排查可以點 先擠一隻手指的份量 塗到臉上之後去換衣服 回來再擠另外一隻手指的份量 那就剛剛好 查過防曬記得晚上回到家要卸妝 補充一下擠兩隻手指的份量 不是叫你插一插兩隻手指 是兩隻手指都要擠滿少少 不要擠太少 另外如果你當日是有打過填充劑的話 在那一天晚上我就建議你不要用這部機了 因為這部機都真的有一定的重量 一般打填充劑 離不開都是蘋果機啊 避這些位置 這部機的重量 會不會壓到你的填充劑變形 那就不得而知 不過穩陣起見 如果你真的有打 我建議你隔一排才好用這部機 最後來做個總結 對於有恆心又勤力的用家 不急於一時要見到即時效果 不想用腦不用怎麼動 希望日日睡在這裡都可以做到不錯的皮膚護理 又能夠負擔到這個價錢的美容兒 這部機都是適合你的 至於個性急進 沒有恆心又懶 一屋都是不同類型的產品 用東西五時花六時變 又要立刻見到有明顯的效果 那這部機 和大部份的機 和大部份的產品 都是不適合利用的了 至於這部機 我自己覺得值不值得買呢 好老實 每次照圓光拿走這部機 見到的印 我都覺得很煩 不過當你了解到 用LED光療長遠效果好處的時候 再加上睡在床 搭面膜上去 10分鐘就可以做到一個療程 這些優點 的確是可以蓋過去的缺點 我自己就覺得 任何產品都有優點和缺點 最重要是它的優點 可不可以蓋過去的缺點 以及它的缺點 究竟是有多嚴重的 最終值不值得買 大家就可以用以上的介紹來做參考了 無論用什麼的家用美容兒童產品 主要的目的 都是希望可以幫助 改善我們的膚質和皮膚的問題 從而令到我們可以直接用 真面目來見人 這個才是最重要 如果利用完一大堆東西之後 仍然要不停找不同的底妝 或者遮瑕 去遮蓋皮膚的問題 那你就要證視一下 究竟利用的產品 是完全沒有幫助 不適用 還是你真的完全不會護你皮膚 是可以配合它們的面膜一起用的 它的面膜特別之處是全透明的 因為這個面膜全透明 那些光才可以滲透到皮膚那裡 所以建議大家 不要敷自己的面膜 跟著用這部機 因為如果你的面膜不是透明的 其實你的光 都未必可以照射到你的皮膚底層 最後再一次多謝Current Body的邀請合作 而在市面上 有多少個品牌 是可以接受一些不好的批評 一個品牌願意接受 和聆聽各種不同的意見 證明品牌都是持開放的態度 有社自然香 如果你的產品是有料到的話 根本就不需要擔心別人的批評 如果大家對這部耳機有興趣的話 可以在下面的資訊欄那裡 用港媽的優惠碼去買 希望我下次Current Body 會慷慨解囊送多一部美容 而給我們微小的觀眾 如果真的有這個機會的話 港媽一定會第一時間拍片通知大家 今次的影片就加了我這個蜜頭下來 有看過我的影片都知道 我的影片全部都是沒樣子出的 大部分你都只會看到我對手 而我對手就會在影片那裡不停不敢動 也會有留言跟我說 其實我的手動得太多 所以看的時候就覺得很繁擾 這個我是完全明白的 但如果我的手真的不動的話 畫面就真的完全靜止狀態 今次這條影片就加了這個蜜頭下去 希望大家就不只看著我對手 今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大家如果有什麼問題 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一有時間我就會更快回覆給大家 我們下一條影片再見 Bye Bye